然后要做一个钢墙的人的话 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a person of influence 我们不是让这个世界来影响我们 但是我们要去影响这世界 我们要去影响这个的世界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今天的教会其实是非常的有影响力的 你知道吗 今天的教会是非常的有影响力的 你知道今天世界最大的运动是什么吗 What is the biggest movement in the world today 最大的运动今天就是教会来的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 今天虽然很多的地方都有些受到逼迫 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是像马来西亚这样好的 今天你们能够很平安的坐在这里 不用怕人家逼迫我们这样子 但是有一些国家不可以的 虽然有一些国家是这样子 虽然教会是受到逼迫的 但是教会继续的成长 然后今天信耶稣的人就说 跟随耶稣的人呢 在全球里面都有23亿人 2.3 billion 这个就是世界里面最大的运动来的 the biggest movement in the world 所以当耶稣讲到 祂要建立祂的教会在这磐石上 因建立全民不能够胜过祂的时候呢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这句话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已经成就了 教会是很有影响力的 今天有23亿的人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